试想一下,一大清早,你打开大门,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黑色皮包,你打开一看,发现里面是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,这该会是怎样的场景,毫不夸张地说,我大气都不带喘的,因为我已经没气了。 狱中第一杀手,各位可曾有过耳闻,从1997年开始,再到1999年结束,围绕着郑州市周边的乡镇小老板,以及平民百姓都活在了恐惧当中,一个自称狱中第一杀手的神秘人,以杀人分尸,寄送被害人头颅,打恐吓电话,寄恐吓信,对小老板进行敲诈。 按道理说,此事和平民老百姓应该没有什么牵连,他怪就怪在,这个杀手不杀小老板,他是专杀无辜百姓,将无辜百姓杀害后,他还会将百姓的头颅寄给小老板,以此达到恐吓的目的,值得一提的是,直到最后,齐当街和警方发生火病,再到被击毙,他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,无辜群众,他倒是杀了几个。 1997年8月25日,清晨六时,罪恶第一枪,位于郑州东郊的甲港村,在距离村西400多米处的柏油路上,路过村民看见了倒在血泊中,已经弃绝身亡的朱老卫,金水分局接到报案,立刻赶赴案发现场,通过尸检,警方得出了朱老卫的死因,即是被歹徒,手持飞制式枪支,近距离射杀的。 两颗子弹,一颗射入了他的腰间,另外一颗射入了他的头部,两颗子弹都是用钢筋头,磨圆加工而成的。 通过走访附近群众,警方得知被害人朱老卫,今年43岁,其家庭虽不富裕,但为人忠厚善良,从不与人结怨,平时以帮市里的单位,和家属院清理垃圾卫生,遇害事件。 是今天清晨两点钟左右,也是他去市里打扫卫生的事件。 与此同时,当天下午,同村的饲料加工厂万老板,来到警局报案,他递出了一封敲诈信,咱们言解一概,信中,先是明确地提到了朱老卫一死,正是他所为。 后,他又提到了自己的要求,给我点钱花花,如若不然,朱老卫的今天,就是你的明天,署名,狱中杀手,王老大。 插一句嘴,有眼尖的朋友应该看见了,杀手自称狱中杀手的狱字,好像写错了,其实不然,他没有写错,这是一个伏笔。 得知,这一线索,警方立刻投入警力展开调查,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,排查数百名嫌疑人,与被害人劫仇,和有作案动机的嫌疑人,也被纳入了调查对象,结果是,军被一一排除了。 与此同时,对于万老板,警方也派出警力,保护他人身安全的同时,密切关注凶手的一举一动。 再次之后,万老板又接连接到了两通,由凶手打来的敲诈电话,以及一封敲诈信,就在警方以为凶手就快要露出真身时,其没有预兆的消失了,而且这一消失就是一年零十个月。 1999年6月13日,现在的郑州市金水区,那会的某村,一对兄弟,收到了一封敲诈信,哥哥叫江天,本村的村长,弟弟叫江顺,本村的玉智板厂长,信中的前半部分内容一句话盖过,借点前花花,后半部分,他自称,为了表明实力,他会在几天后杀一个人,署名,正义组织。 兄弟俩看完信,起初是不以为然的,但一个星期后,庙里镇突发一起命案,从被害人的衣服,警方这才确定了其身份,为什么要从被害人的衣服来确定身份呢? 因为他的头被人割了,被凶手埋在了巴黎庙桥的路标附近,当晚,兄弟俩再次收到凶手寄来的恐吓信,信中明确地提到了头颅当下所处的位置,一瞬间,兄弟俩被吓得魂不附体, 当天晚上,他们便赶到警局报了案,结合兄弟俩的口供,以及恐吓信自己,警方确定,这和去年的825案,大概率为同一人所为,定案了。 为了不打草惊蛇,警方并没有着急去巴黎庙桥下挖出头颅,而是秘密调查,由于案发现场,几乎提取不到有用的线索,警方打算先从恐吓信中寻找蛛丝马迹。 关键点来了,在信中,凶手多次使用了简化汉字,可能岁数小的朋友,是闻所未闻,但是他确实存在过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,1977年实施,不久便废除了。 以此时间节点为依据,警方得出结论,凶手在77年左右上小学,那么他的年龄,大概率在30岁至35岁之间,丝毫不错。 在此之后,警方秘密地在金水区,收集与作案人相同的信职以及信封,以此来确定他藏身地的大概范围,一眨眼,三个月过去了,但是收集回来的信封,便已高达一万三千多件,但是线索是一件都没有,不出意外的话,要出意外了。 屡次敲诈,但是屡次卫国的歹徒,是时候有动作了。 8月13日,柳林镇继承某公司经理贾涛,收到了来自凶手的敲诈信,说是敲诈信,它更像是一个自我介绍,洋洋洒洒,字数高达三千余字。 他详细地介绍了,之前集起案件的全过程,然而总之,总而言之,还是那句话,借点钱画画。 对于近来的风言风语,贾涛是早有耳闻,他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警方,当晚,警方展开了案情分析会,结合凶手对几个被害人的个人信息,了解得足够透彻。 警方有理由怀疑他是本地人,或者在本地生活多年的外地人,在从现场遗留的魔源的钢筋投子弹,警方联想到了诈程,柳林一带多有鱼塘,探护人也多有猎枪,或自制土僵,他们也会自制子弹,不排除凶手有鱼塘,不排除歧视诈程,柳林人,不错,丝毫不错。 在8月13号给贾涛寄去的敲诈信中,凶手还提到了交易式的细节,两天后,也就是8月15,晚上7点,一人一车,摩托车大灯打开,又转向灯不灭,车尾拴一辆白色毛巾,沿眼周经紫金山立交桥至二七塔来回往返,直到看到路上的一封白色信封为止。 8月15号,按照凶手提到的交易细节,干警张明奇伪装成了送货人开始绕二七塔往返,警方原以为凶手很快便会按捺不住,从而现出真身,但是直到天亮,他是都没有出现,他有反侦查意识。 在此之后,凶手又频繁地给之前的僵尸兄弟,以及最近的贾涛季孔贺信,交易地点是频繁更换,但他是自始至终,一次面都没有露过。 案情发展至此,警方和凶手的内心系发生了互换,警方能从凶手的自立行间里读到交集,读到他的方寸大乱,根据当下的处境,警方推断,屡屡不能得手的凶手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,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,警方察觉了,为此也在凶手经常出现的诈程,柳林设下埋伏,但一个在明,一个在暗,郑州之大,警方是防无可防。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黄仙妹,今年23岁,家住郑州馆城区的南草乡,其本来是在外省的一家日用品化妆公司,当退销员,因婚期将至,她返回老家,开始筹办婚礼。 11月2日,处理婚事的黄仙妹,忙到凌晨,这才匆匆往家赶,可惜了,当其路过一段四下无人之地时,她遇到了再次挑选猎物的凶手。 11月3日,一大清早,贾涛便给警方打来电话,她颤颤巍巍地说起了经过,早上七点半,她打开门,发现自家大门上挂着一个皮包。 皮包里,这次不仅有敲诈信,还有一个没有耳朵的女性头颅,耳朵呢?耳朵被凶手割下,单独寄给江氏兄弟了。 两人此次收到的敲诈信内容大体是一致的,但和以往不同,凶手这次没有磨磨叽叽,而是直接说到了交钱的地点。 这种感觉像是最后的决战,对贾涛的交易地点是东风渠桥南岸,路东第一个电线杆下,对江氏兄弟是巴黎庙桥南岸桥桥正下方。 时间都是11月4日晚,12点钟,警方闻讯,立刻抽调警力,围绕两个交易地点,秘密设向埋伏,只等其露面,时间是一分一秒的在流逝,不知不觉。 12点到了,凶手没有出现,就在警方以为会如之前的多次一样,无功而反时,晚上12点半左右,巴黎庙桥上,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 其左部右盼,神情紧张,当他的自行车行驶至桥标附近时,他停车了,他飞快地跑至桥下,拿起将是兄弟放在这里的皮包,他返回桥上,骑车便跑,收网了,警方察觉了,你跑我追,你插手。 那是南非,就在警方即将要将其扑倒的时候,其没有预兆地转身一枪,外姓,自行车颠簸,他射偏了,专案组成员见状,两点一线,提枪便打,凶手应声倒地。 次日,中午,凶手身份查明,他就是柳林镇的张海关,警方在其家中搜出了,写敲诈信的信封,以及自制子弹,是冥冥中自有天意,也是死者的直言。 张海关的重担部位和他杀害的数名无故群众,重担部位一模一样。